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E节目 我现在呢,给大家再来这个时不时的关注一下我们中文自媒体圈里面一个这个国际大媒体 这个StoneG的一个动向,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StoneG它是中文自媒体圈的一盏明灯,照亮这个中国人这个回家的方向 就是说,也许50年后,100年后,你能够读懂这个StoneG 它就是真的一本这个非常详实的,一种非常有深度的这本书 需要呢,我们一起去读懂,但是它的这个语言呢 向来也都是非常这个简练,是一非常通俗的这种形式呢 向你传递信息,所以呢,真的是多少人这个崇拜的目标 对他这个又恨又爱欲罢不能啊 我现在呢,看StoneG看的非常少了 但是呢,因为这个最近呢,经常这个标题党 而有些标题党呢,让人看上去 实在是忍不住就要点进来 但是今天呢,我把这个视频点在之后呢 发现啊,就是StoneG的这个说话这个语调啊 还有神色啊,还有一些这个细微的表情啊 跟平时那种自信的这种非常连贯的说法 截然不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一起来这个看看这个StoneG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吧,这个,我知道每次啊 我很长时间放一个StoneG视频 总是有人说啊,你都做好自己的节目不行了 你这为什么管人家这个,别人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啊,我跟其他这个YouTuber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我从来不会批网友,就是说你这个网友你怎么说呢 我都不会批你,因为你只是一个网友随便在下面乱评论 乱说呀,骂我都无所谓 但是呢,我只评论这些这个YouTuber 因为YouTuber有些像StoneG这样对这个社会是有一定影响的 而如果有的YouTuber随便胡说大报 他会起到这个非常负面的效果 误导大众,所以我只评论YouTuber 而这些YouTuber里面呢,我独爱StoneG 我都跟你说独爱StoneG 其他的很多呢,我不怎么看,也不说,对吧 我们看StoneG到底今天说的这个爆料内部信息又是什么 北京内部有人刻意在释放消息 暗示北京这次疫情是人为的 之前StoneG也说呢,说这些未经证实的小套消息 一般都放到这个,他的会员专享视频 但是我没有办他的会员 不过这个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放到公共视频 我觉得有一些话呢,可能StoneG实在是忍不住了 一定要召告天下 这样想对几些良心,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好,今天是2020年6月17号,从13 昨天啊,什么也没录,怎么回事呢,也没时间录 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啊,这个突然找我聊天 这哥们呢,我还是比较信任的 以前呢,就是说给过我一些这个资料啊 一些信心也什么的,还比较准确 而且呢,迪一圈圈呢,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面啊 能够,就是说命中,他说的一些东西呢 是真实可信的啊 所以呢,我还是比较这个信任他 一般人拉着我做个聊,我就不跟他聊了啊 这哥们呢,拉着我聊了半天,我呢,还不跟他聊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找我聊天啊 云神雾罩子,哎,突然来了,就要找我聊聊 聊了半天啊,聊了半天啊,好久不见了 说那个,就反正就来 我想看,他有事儿,这个人就不是个没事儿找一些新聊天的人 对吧,找我肯定有事儿 没有什么招,什么事儿,我就跟他聊吧 看我准备很看,到底想想说什么 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资东记书画是很有艺术的 说了好长时间呢,就是表达意思就是说 其实呢,我不想说,但是呢,我这个 我最终还是得说,为什么说呢 画了一大圈,就是越来越掉你这个胃口 让你不得不听下去,这就是这个语言的艺术 云神雾罩说了一大堆 最后啊,我想我想明白他要说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觉得啊,他没有证据,也不会骂 他就说怀疑或者怎么样 就是他的,他从,他没有说 但是呢,他在暗示,就是说北京的这一次疫情呢 有可能是人为的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语言历术 就是说,有人跟他联系 但是这个人呢,没有说 但是他只是这个暗示 所以斯东记说了说,这个人没说,但是他可能在暗示 所以斯东记把这个阴谋论爆出来之后呢 就也不需要负责任,对吧 因为人家只是转述一个跟他爆料的这个人说的话 而这个给他爆料的人呢,人家也没有真正的就明说 所以斯东记只是转述 所以这就是两层的这种这个转述 你这个就没法说人斯东记是这个爆料这危将重视的小道消息 对吧,人家只是一种转述 而且转述的那个人呢,人家也没有爆料 人家只是绕了一圈在暗示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再批斯东记了 不要再批他这个造谣了 人家这个是转述另外一个人的转述 不是一个自然灾害 是有人刻意这么做的 当然他,你看啊 这个人,这个人牛就留在这了 这个很成功的一位人士啊 他牛就留在这了 到最后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但是呢,我明白的是他这意思 所以呢,你说这个话 我说是他爆料给我的吧 是不对的 是我自己的,从他这个话语里面听出来的 好吧 所以呢,咱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爆料 只能说呢,跟一些朋友聊天 这朋友呢,他呢,他呢,他揣测 他说呢,哎,他听说 就说啊,北京现在呢,在调查嘛 把这个什么新发地的那几个调整啊 调查了一步,就是朝天 所有的什么这个国安啊 这个专家啊都去了 查了半天 查不出所以然来 你看啊,就是这个 这个武汉的这个黄南海鲜市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斯东奇说的也是非常非常有艺术啊 就是这一次 这个非常绵点 所有的什么这个国安啊 这朋友呢,他呢,他呢 他揣测 他说呢,哎,他听说 就说啊,北京现在呢,在调查嘛 把这个什么新发地的那几个调整啊 调查了一个顶朝天 所有的什么这个国安啊 这个专家啊都去了 查了半天 查不出所以然来 你看啊,就是 就是,就,这北京查到了如此一个地费 就真的是,这个水泊不尽 挣扎不尽的一个情况下 北京这一次的疫情怎么会当成这样 而且,啊,这个人还暗示了 说,北京现在的疫情被瞒报 真实的情况比现在要严重 但是,难道是什么程度呢 他就不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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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完了,知道吧 他怎么说啊 他怎么说啊 但是,我啊,咱这么说啊 我知道这个同志呢 也在看那个视频,对吧 我也要说一点的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愉快 我对这种事情 我真的是很,我很不愉快 我呢,就觉得呢 就是说,你有什么事 其实你就直接跟我说 你别这么云山 不知道吧 就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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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 这么让我 我觉得我会更痛快一点 你就直接挑面说过 我觉得呢 都让你呢 没有,就是说来 骗过来 你知道吗 因为呢 老有,老有这个 老有刁民要害人啊 我跟你说啊 老有能来诚心 你知道吗 给我释放一些呢 讯息 给递一些料 就希望呢 我把这个东西呢 说出去 你知道吗 哎 我们就诚心了 就不说 对不对 结果呢 前两天 在这个会员视频里边 你知道吗 没忍住 稍微 说到那么一点点 就是呢 我基本上 其实就是寒沙 就带了那么一嘴 其实都没说 给我惹了麻烦了 可给我惹了祸了 我跟你说 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 你知道吗 这个呢 我跟你说啊 严王好见啊 这个小统难缠 你知道吗 这个事呢 就在这块 你看啊 有的时候你看 你在那说习近平怎么着 没事 下午有一些小鬼呢 你知道吗 当然了 当然了 我说这小鬼呢 这都是你知道吧 就是说 在习近平面前算小鬼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那都是阎王 这个你知道吧 真的跟我惹了很大的麻烦啊 我信息我收到了 好不好 我也我也 其实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个看了这个人 当然这个 跟今天这个没关系啊 我呢 也在这就传递一个信息 好吧 您的信息呢 我们也收到了 对吧 而且呢 你好这么多的 方方面面的这个信息 都在传递过来 我呢 都收到了 这几天陆陆续续 都收到了 而且呢 甚至呢 还这个啊 又拿着我收他的那一期 拿去呢 就 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 哎 让我明白 我已经明白了 好不好 我呢 也不想说 有人呢 是有人给我的 我呢 这个 不想被人当枪使 咱们不是说 我倒不是说 爬水或怎么样 对不对 不当然了呢 这个 咱就说实话 这个呢 这个 这个还是这种 对 就 不能说太多啊 但是他这种 自然的懂 自然的懂啊 这个 这个级别的呢 就 谈不上 这个 这他老婆说了一句 这能懂自然都懂了 反而我是没听懂的 说什么 绕这么一大圈 就很少见 尤其是我最近 被这个敲打了之后 非常的小心 再也呢 不能轻易的 被人当枪使 一定要 要这个 保护好自己 但是我想来想去呢 这个呢 我要公平起吧 我浪费我的时间 聊了这么长时间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事呢 我还是要说出来 但是呢 从我这来讲 我觉得两个呢 都有可能 一定就是 这个 这个 没办法 这次 我绝对不能 被人当枪使了 我最近跟你说 可郁闷了 我被人当枪使之后 被 被 被敲打了 你知道 哈哈哈哈 斯东记每次说自己郁闷 被敲到 当枪使 每次都把自己这个 塑造成一个 坏者角色 然后说这个郁闷 但是每次都笑得特开心 可烦了两天 烦死我了 这个 所以呢 这次这事呢 我觉得 我把我的想法 我把我的分析 我说明白了 然后呢 这一次 我真的 我不分析 大家呢 自己去想 好吧 这个又说不发表 这评论 又评论这么多 哎呀 我觉得这就是 斯东记这个语言的魅力啊 就是越说越掉 让你想 我现在真的 我还是那个话 不愿意 不愿意被人当枪使 不当枪使 我都很郁闷 郁闷而笑得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 我跟我老婆 你们两个 我就是这样吧 呃 百分之五十一吧 好不好 这个百分之四十九 这个百分之五十一 怎么想 略微的倾向于这个 因为这个事太倾巧了 而且这么多人查 查不出来 嗯 就是你知道吗 做的太干净 太真业了 我觉得有点 是吧 哎呀 反正这个斯东记 这个标题党 也不知道这个 骗了多少人 进来啊 我把这最精华的部分 给大家放了 反正自己这个 做判断吧 好吧 呃 最后呢 还是这个 恭喜斯东记 又用了一个这个 未经证实 小套的消息 非常这个 婉软 婉转的 收割了一大批 这个韭菜 好的 呃 就给大家说到这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视频再见 我们下视频再见